大家平安 大家好 繼續辛苦 好悲啦 這樣很好 我們再一次 到底中華民國的體制 我們再弄清楚 讓我們的觀念才 可以做一些的改變 只要 切得事實的清楚 你的原來 很難打破的觀念 就可以逐漸 做一些改善 就像我們做爸爸媽媽 要讓孩子改變 對父母親的 喜歡 或者是一些的個性 你非得要 面對面 而你跟父母親面對面 談論事實的 爭議 我想 孩子也是 可以知道 北部的意見 如果沒有那個 面對面 做最參想 那個機會 我們常常會 五次 孩子的意見 孩子 我們的孩子 也是五次 我們做北部的意見 三四十年 以前 我們大家三五的少年人 到都市 做為了生活 還是在那裡打拼 因為 大家三五的少年人 五次 北部的意見 北部的少年人 也是五次 大家三五的意見 所以有五次 可以參選 彼此 沒有了解 做完結的基本的意義 所以 沒有彼此 了解的機會 互動的機會 有時候就容易會 互相誤解 一旦誤解 一旦誤解了 你就很難打入 生活圈 無論是不同的族群 也是一樣 我們台兒做 阿美做 或是 德駒做 文人做 白鴻做 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 好想了解的機會 因為 真的困難 改變 好想 那個五次的觀念 所以同樣的 我們彼此誤會的觀念 就是因為沒有機會互動 台灣民政府 會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原來過去 高砂族 為什麼會覺得說 我們以前都是說 原住民的這個名稱 以前 無論對 歡樂 歡樂 還是三地人 三地人 三地三包 到今天這個原住民 那個原住民 我也參與 十幾年前在這裡 抗議 原來住在台灣 就是原住民 實際上對 以前幾千年的歷史 還是萬年舊的歷史 不止 你是原來住在這裡 不一定的 不一定是 是對台灣 搶刷到南遊 做一個海南島 或是南島 語系的 或者是從非洲這樣過來 一直路過台灣 然後進入到中國 這都是真正的學術 很多的學術 在論述 我們高砂族 台灣原住民 所以 本來也是台灣原住民 這樣也好啊 有人說是怎麼要改啊 別人說 是怎麼改三地人也是好啊 是怎麼改做原住民 問題是這個 三地人 煩惱不習慣自己 合自己的名字 對不對 哪有人 自己背部 還是自己驚義 這樣生出來 就 讓別人 替你的驚義的名字 有這樣嗎 沒有啊 一樣啊 你自己的名字 怎麼會讓你無親無故的人 替你取呢 所以那個是尊嚴的問題 是尊嚴的問題 所以我們爭取說 好我們台灣原住民 這是我們喜歡的 然後 我們已經習慣說台灣原住民了 進入到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咦 怎麼會變成高砂族 這個有一個典故 1923年 日本天皇太子 進到台灣 然後因為他要尋回 要看 要看台灣 因為那時候台灣本來就是 日本天皇的賢民 是日本天皇的成名 也算日本人 你知道嗎 蔣介石來到台灣 1949年的時候 本來全部把所有日本人 趕出台灣進入到日本 那時候六百萬到六百五十萬的台灣人民 包括 河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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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時候就整個族群的對立 那我們也事後會想到台灣原住民 那為什麼會成為 再回到剛剛所講的1923年 太子看到 那麼會唱歌 那太子看出來 哎喲 所以說 以後就不能稱為 晚靜 因為晚靜的 凡人的意思是未開化而且低落的 我們要回覆讓他們稱為 Takasago Takasago的意思就是說 受到尊嚴 歌 詞又會唱 舞又跳得好 然後住在美麗 Fomosa的漂亮的山上 所以蓋醉 Takasago 我們在座的Takasago 這樣好不好 好 但是 你回去的時候一定會被批 什麼Takasago 國民黨厲害 他沒有稱高砂主 他稱為那個砂改為山 高山主 厲害喔 文字遊戲喔 因為他不要成為 稱讚你這個高砂主 改一個字 高山主 也一樣 而且很好 又會唱歌 又會跳舞 所以高砂主 聽起來 這樣也不錯 所以高山主 所以有高山親 不是嗎 高山 你們很會唱 好 好 那這個名稱呢 就一直存留 然後到了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回覆到 我們既然是台灣的日本人 那我們就回覆到原來的名稱 Takasago 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說 我們按照太子這樣的解釋 真的有道理 而且合乎我們自己的尊嚴 不會變成未開化了 把你當做人 看狗來看了 我不曉得了 然後這些的都可以改變 第二個 原住民雖然是好聽 但是從英文來講是 Indigenous people Aboriginal people 這個就是土住民 或是原住民 你怎麼翻都沒有關係 但是回到別的國家 加拿大 我參加加拿大 美國 印第安 討論這個 印第安的稱呼 和他們土地 環國土地的問題 的時候 他們也 非常承認共識 你們非得要自己 承認自己的存在 有共識感 有 一起有共識這個名稱 才可以稱作你們自己的族群的名字 那從加拿大那邊 他們也不會說 Indian people 他們把那個 印第安已經改為 自己的族群的名字 好像UNIPEC 或是 Inuipic Inuiju 以他們的族群的名稱 來稱為他們的族群的名稱 所以 加拿大有 六族 國族的這個族群 合作起來 成為他們 真正的自己的族群 然後一起打拼 為了土地 為了後代 這是加拿大 那在 育空中會 從育空 從加拿大 一直到美國 到阿拉斯加 三年前我去過阿拉斯加 代表教會 去看阿拉斯加那邊的教會的時候 那也是談到這個土地的問題 然後 我十幾年前也去紐西蘭 紐西蘭我們去看Mauri tribe 這個Mauri族的時候 他們不會說 紐西蘭原住民Mauri族 沒有了 直接寫 直接講Mauri tribe We are Mauri I am Mauri 我就是Mauri人 所以我們同樣的 今天說 為什麼要稱 台灣原住民 這個原住民是因為別 中國的翻譯翻出來 那我們回到日本的時候 我們就不必說 台灣原住民高砂族 然後又是阿美族 什麼族 這個高砂族是總稱 所以我們就接納 我們秘書長的解釋 所以原住民改為 高砂族 最後一點 因為原住民 平埔主 我剛剛所講的 百分之八十五 爛台灣人 大部分是北部族 這個很千真萬確的事 像你們 你是福建省 四川省 遼寧省 你的主籍 為什麼中華民國把你當 你的主籍是什麼 我的主籍是福建省 或者是安徽省 還有十幾代 你們的名稱十幾代 還有寫的名稱 寫的一清二楚 有的十七代 這樣回顧到你們祖先 真的有十七十八代 十六代寫的一清二楚嗎 有人相信嗎 那只不過是讓台灣人說 我們的祖國 至中國哪定 這樣知見了嗎 知道 秘書長也講 他清楚 秘書長說 他祖先十七代 這個十七代 真的要往哪裡找 小 Never 是別人定的 尋求我的名 我以前的名字是立福傳 福氣全部的福氣在我 怎麼有這樣 那樣辛苦的人這樣 有全部福氣在我 沒有啦 大家都有福氣 對不對 不是只有我 是立福傳 沒有這樣啦 所以我就把它改為 立福傳 立福傳是我本來的名字 是原來爸爸媽媽替我取的 這個立福傳呢 是當時平地遠的護政事務所 向共受 抽籤啦 你的名字好 這有五個六個十個的名字 百列 我北部不知道什麼是抽籤不知道 我們沒有抽過籤的以前 那還要抽籤 我爸爸問那個辦事人 什麼是抽籤 讓人真的是笑話 這樣好啦 你福傳 福氣全部都是你的領導的人 結果我爸爸也是很辛苦 你福到現在人 現在還是打赤腳 84歲 他不喜歡穿那個鞋子 他的鞋 他的那個 腳寬 他的腳面很寬 所以很難 前幾天我去替他找 最大的 到台中去找大的鞋子 因為要準備生日了 給他慶賀 找不到最大的鞋子 他說沒關係 不要穿 所以這些都是 白人 替我們 合的名 不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今天是大家照顧 就是回復到 不然的話 我們住民 北部族 五十年 一百年之後 我們也是原住民 對不對 以後 平部族的 所有台灣人說 我們也是原住民 五十年 一百年以後 所以那時候原住民 本來的高砂族 就可能會沒有了 所以秘書長說 以前今天 大家照顧 高砂族 一百年 兩百年 也是沒有消遍 有完 高砂族 這樣了解嗎 高砂族 四年 我們在座的 我們高砂族 了解嗎 我們有幾個 好 那我們看看 對不起 在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也 我想在初級班 你們也聽過了 也不必分得那麼清楚 現在重點是 在1945年 10月25 他們說這是光復節 那實際上是 受美國 美國委託的 佔領的開始 佔領日本台灣 所以那時候的 Chinese Taipei 就會說 那麼多的 Chinese Taipei 我們看看一些的 這個都很清楚 建築在南京 1912年 實際上中華民國的歷史 只有38年 37年 按照這樣 37 37年的時間 以後就流亡到台灣 本來他們流亡到越南 本來是到越南 結果越南一聽到 一看到中國人 就反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 他們一直反對到現在 聽到我們林詠誠 我們的童心 他在越南上班 他已經回到台灣 這一次的抗中 也影響台灣 因為越南把台灣 當作中華民國的一省來看 所以也被遭殃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因為這個台灣的公司 裡面也是有中國人的幹部 也有中國的公安在那邊上班 所以把它當作一樣 都是中國人 都是把它當作中國人來看 所以 大概一百多家就這樣的遭殃 所以 你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遭殃 所以到別的國家 一看到中華民國的護照 都是遭殃 那今天 無論參加棒球比賽 都是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然後跟日本交流的是 日本文化交流協會 然後跟美國的時候 因為台灣關係法 所以把它當作說 美國在台協會 就用經濟事務辦公室來做 你看 因為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當然用很多的名稱 因為那個主管 主管的國家 沒有信任 我們台灣是一個國家 因為從國際法 還是戰爭法 本來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都是用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這樣看見到中華台北 結果 結果在那邊比賽的時候 台灣人加油 台灣人加油 給我們混亂 奇怪 有的人台灣人加油 有的人說 中華台北加油 到底是什麼名 你看 這個都是中華台北的 所以因為 你 你 你用任何的名稱 很多名稱 當然 不是一個國家 那今天 我們看看 美國把它當作 台灣治理當局 是美國委託 這個蔣介石集團成為 既然中華民國不是政府 不是國際承認的一個國家 當然名稱 就把它當作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台灣治理當局 這些都是 實際上在 蔣介石到台灣的時候 本來 美國已經很清楚 按照戰爭法 台灣不是美國的一州 因為不能移轉主權 然後 原來 原來 中華民國 蔣介石這個集團 已經有名稱了 那 他們把名稱 台灣民政府 人民政府 改為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所以這個就是 代替人民政府 他不要用政府 他用行政長官公署 因為他要掌握整個全台灣 成為他的領土 雖然表面說 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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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去 方公大陸去 那個都是他們大陸 其實不是 不是代曆的中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軍政府應該也成立軍政府 但是成立警備總部 這個警備總部是最可惡 而且專門抓人的 判刑都是這個 當時的警備總部 所以這個兩個名稱 長官公署 應該成為台灣民政府 然後 台灣警備總部就是 台灣軍政府 台灣美國軍政府 這樣的名稱 以後成熟了 知道說 這個佔領者 已經沒有那麼大的困難 然後這個平民政府已經成為成熟 就可以成為一個政府 那可以成為一個政府呢 美軍就可以處理另外一件事情 處理台灣的事件 但是因為蔣介石 他沒有用台灣平民政府 沒有用台灣軍政府 沒有用台灣軍政府 有沒有聽過秘書長講過 李登輝總統 他擔任總統的時候 本來要廢審是不是 結果美國政府 美國情報局告訴 不能廢審 可以動審 動審以後還會再起來 那一旦廢審 那就變成說 這個台灣就是 中國的領土 雖然是這樣 但是按照戰爭法 國際法 當然還是有一條 另外一條路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這一些都不知道內幕 一直到現在 然後我們加入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這個事實才告訴我們 原來如此 這樣知道嗎 好 這個有一個概念 他也不甘心 現在的台灣治理當局的領導人 他在總統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外交嗎 他把我們台灣人民當作 當作一個 不是真正的本土台灣人 所以秘書長解釋說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n Taiwan的意義就是不同 那馬英九還有現在中華民國 把所有台灣人 把所有台灣人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所有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都是台灣人 所以 為什麼 一直繼續 把這個選舉 當作最好的一個障眼法 讓台灣人也喜歡參與 那喜歡參與的時候 很多我們本土台灣人都不知道 真正的內幕 那但是我們看看這些體制呢 讓我們台灣今天 在今年的中華民國的預算 差不多一兆九千多億 這是每一年我們稅出稅入的預算 我本來不知道 我加入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聽到說 這個是明的 意思是說還有暗的 你們當中有沒有公務人員 要提出一些方案的時候 這個是明的 意思是說還有暗的 這個就是 那不只是用認同的問題 他用民族主義的問題 來讓我們台灣模糊 那時候我們都是中華民族 所以連各全世界 我們都是華人這樣 你去哪裡 我們都是華人 然後我們看看最近發生的平潭島 這個都會好像吸引台灣人 一年兩百萬三百萬的年收入 那個大吉沙哥也跑到那邊跳舞了 結果有一個大吉沙哥說 沒有話講 錢在哪裡我們也跟著哪裡 哇 這樣尿氣啊 這個平潭島都用旅行社 用中國旅行證來引誘我們台灣人 所以我們比較注意 無論是中華卡或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你有申請的 因為他說永久免簽啊 因萬因故免簽啊 假如有這樣的話就注意喔 被民政府發現你就是中國人 你可以申請台胞證 因為台胞證是年年都可以簽 但是你申請這個的話 就把它當作你是中國人來看 要注意喔 你看出入 注意看這個是一個護照 我們剛剛前面的 這一點長方型的 旅行證件 那就是有一點正方護照 他看什麼人就怎麼去申請 那今天這個張亞中啊 這個是中國派來的 他寫了幾篇文章 那為的是要簽這個 中華旅行證件還有中華卡 特別在中國評論裡面 2010年6月1號的他們的雜誌啊 他們簽署和平協議 推動文化統和 推動貨幣統和 推動經濟統和 還有身份認同 還有不必作戰的機制 然後國際共同參與 這些都是用這樣的吸收台商的 那我們做一般台灣人 我們也要特別注意這樣的論述 所以這些都是用這樣的 好像把它當作永久居留權 來去吸引台灣人 你們如果有請教 也是把他們控告 還給他們通知要注意 那今天你看 兩年前馬英九就任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中華民國的國旗變成兩種顏色 因為他們也知道 秘書長講過 他用這樣的事情來向美國申請 我們也是民政府 他們說我們也是民政府 這樣的話人更多 人更多的時候就 美國就馬上承認我們才是真正的民政府 今天秘書長講說 還有不同的 什麼台灣共和國 還有建國聯盟 他們也是用民政府 向美國申請 然後自己做自己的身份證 去年4月25號發生 那樣叛途事件 我也在場 結果我們發現不對勁的時候 我們四個人跟秘書長夫人 還有許歌林教授 我們四個人一起先提早回到台灣 表示我們不認同台灣政府 就是蔡民法還有蔡吉元他們 因為他們用直接在美國的領土成立台灣政府 原來我們的任務是 我們從我們這邊的會館到美國的時候 我們很清楚 我們是美國軍政府下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架構下的台灣政府 這是以後要經過的路程 所以我們會館不是有台灣政府嗎 那表示我們是美軍政府之下架構下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Sever Government 然後底下的成熟以後 民政府執政以後 然後跟美國恰商 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改台灣政府 這是我們的過程 但是去年4月25號 叛途事件的時候 他們沒有把美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說出來 直接講我們台灣政府成立了 我們也糊塗拍拍手我也在場 結果以後才發現不對勁啊 怎麼那個名Sever把它拿掉 然後日本國企呢 也放在 那是往什麼衝啊 放在他的意下 說奇怪怎麼把日本國企拿掉 因為他解釋說 美國最討厭日本國企在他們的國土 奇怪這是什麼謬論啊 然後我們回到 回到旅館住宿之前在 我們就在討論說 為什麼要 我就提出問題 為什麼拿掉日本國企呢 說 就剛剛我所解釋的時候 因為美國人 美國政府不喜歡日本國企在他們的 這個不是真正的事實 那因為他們是帶領者 我們只有聽而已 但是我們發現不對勁 我們就提早 那提早以後 馬上有一些的文章說 哦 高沙族主席 亞烏夏族是中國間諜 哇 那什麼時候就變成為 串入到中國間諜 所以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啊 主席啊 你被稱為中國間諜 反正話是他們的啊 就這樣的叛逆事件 就造成這樣的事情 那假如我是中國間諜 我這樣來來回回 我去年去兩次 美國兩次去日本 前年也去日本 那怎麼 是怎麼沒事情 那如果是中國 中國間諜的話 早就被關了 那這樣的事情 還是一直在繞來繞去 還好現在大家都清楚了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 他們也把這樣的事件 當做人民政府 以後他們可以申請說 我們也是平民淨戶 就好像伊拉克 只有一個美國承認的 伊拉克平民政府 但是當時伊拉克成立平民政府 有二十二個平民政府成立 但是美國只成立一個只有一個 只有承認一個 那今天我們有差不多七八個已經成立平民政府 那當然會不會全部全部成立 美國有可能這樣全部成立嗎 不可能啊 那個林德星啊 他們台灣政府林德星 那一天二十五號二十六號的時候 我們去另外一間教會參加 要準備參加禮拜 這個林德星我們一團的 他自己一大早就回到西部 那回到西部 事後我們才知道 這林德星呢 跑到西部 華盛頓 我們秘書長律師的地方 他就跟律師說 我們已經決定了 把林德星這個名字刪掉 要換掉 換到我們台灣政府 美國律師怎麼講 這是美國內 這個是美 這個地方是美國內 這講這一句話 什麼意思 依法行事啊 不像中華民國四個娘子 亂竄 我也是 我也是 你也是 你也是 他們也是 混亂到這個地步 都把自己的法源弄錯 所以今天美國就是依法 當然七八個這個單位 當然只有承認 我們訴訟 我們秘書長訴訟的這個律師的 這個訴訟 暗號都寫得一清二楚 所以美國只有承認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樣知道嗎 知道 好 好 好 這些都是 大家都看過了 我 像這個 甘比亞總統 2009年的馬英九 說 用軍力歡迎 2009年4月到 10年11月14日 突然宣布 以台灣斷交 本來是軍用軍力歡迎的喔 好 歡喜到 蹦蹦蹦蹦蹦蹦蹦 結果11月就已經突然與台灣斷交 這樣對嗎 不對 什麼地方不對 沒有 沒有 蛤 中國的問題 這句話有沒有發現問題 現在高級班人 出級班 現在高級班要考慮喔 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他是流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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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不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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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會與台灣斷交呢 甘壁啊 為什麼會跟台灣斷交 要錢要不到 還有沒有 用字面上 你們看看一下 字面上有什麼不對 對啦 我就是等一句啦 本來就沒有跟甘壁亞做建交 是中華民國流亡他們建交 我們不把甘壁亞有斷交 有建交 哪來的斷交 好 這樣算及格了 好 同樣的這些都是因為 所以把太平洋戰爭改為中國戰爭 這也是錯誤的 好 我們看看在 在開羅宣言這邊 大家都很清楚是 宣言是用 用memo 而且是用意象的 而不是用條約的 所以 memo 做一個紀錄部的 怎麼會算為 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呢 當然開羅宣言 不是國際條約 這樣清楚齁 還有 這是什麼飯店 民進黨 奇怪 我再問一件事情 民進黨 國民黨 有聯合 當時有沒有聯合 有沒有當作盟友的黨派 現在我們才知道是中華民國 以前還不知道的時候 一個民進黨 反對國民黨 竟然在 反對的黨的飯店 飯店 在那裡成立 民進黨 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一些疑點嗎 好 這樣齁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直接講 一個 反對國民黨的進步 民族進步黨 按照我們邏輯 不可能在 他的 營餐飯店 做成立 一定有原因 原因是什麼 不是只有埃及 真的是 講經國 講得非常清楚 你們可以成立 在 圓山飯店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只有一條 不能做 是什麼 制憲 憲法 什麼都可以討論 但是 唯一是 中華民國 我這個名稱不能改 這是唯一的條件 國號 不能改 所以今天阿扁 很可憐 我台語講得不是很好 但是這一句話 我特別強調 聽說 阿扁說 我連任的時候 我一定改國號 自憲 這樣好不好 好啊 選古的事 好啊 大家拍手 我的 哇 哇 那肯咪咪咪咪咪咪 然後呢 當選了 有沒有改國號 有沒有自憲 結果有人問他 他為什麼不可以改 不可以改 我不可以改 不可以改 就不可以改 我不可以做 就是不可以做 就是這樣一句而已 我不可以做 就是不可以做 是什麼 因為他就任中華民國總統 所謂的總統的時候 他就宣誓 我是中華民國的第幾任總統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我要實現中華民國憲法 有共台灣憲法嗎 有沒有講台灣的 有共台灣人民嗎 都沒有啊 而且違背誓約者 有一條 在那邊等他 第一條 一百零四條 一百零四條 違背誓約者 死路一條 這樣阿扁敢做嗎 敢做嗎 不敢 我本來不知道 是秘書長教我的 所以這個就知道說 原來有這樣的企圖 你看連選舉造勢都是這樣 法院都是這樣 我們 那台灣民政府給我們更大的空間 也給我們更大的 日暑美戰 我們都會很清楚 不必說 那 我們看看 我們看一下 這是什麼人 他 他甘願一生為台灣 這樣我們來做學習他的榜樣 那 那將來呢 你看 以前的 法院 那 今天 我們這是 兩年前去日本 我們在 進國神社 在那邊 跳舞 唱歌 打卡三個 好 我在後面 看不到 大家都高興 都一直往 那今天 中華民國 用教育來 把事實 弄得 顛三倒四 什麼五縫故事 什麼五縫故事 這邊有沒有嘉義線 的 跟你們 都欠 自己觀 因為這個五縫銅像 被 幾個教會的牧師 高砂族的年輕人 把 五縫銅像 拉倒 然後 那時候當市長 所以 最後就把這個五縫故事 從 國小 教師 課本 刪掉 所以 有的嘉義人 就兩種 不一樣的 聲音 有人集氣 有人 拍手 那這都是 虛構的故事 我們看看這個 有沒有看到 幫我們下來一下 台聲 民國二十五年 八尾 民國二十五年 碧壇橋頭 所以他們做的嘛 民國二十五年 國民黨來了嗎 對 對 是怎樣 對 對 這個 專門 死串的鳥妻啊 就是這樣做 做事情 這些都是 連孔夫子 把孔教 當作中華民國的果教 所以秘書長說 我們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這個都刪掉 這樣好不好 這些都是 你看都好可憐 小心喔 間諜在你旁邊 但是沒關係啦 民政府在你的主委 不必不必怕啦 好 我們那個 一些官商勾結 台聲下來 把這個圖 這個 南投的 有去過嗎 有 一百多家 的清雞農場 一百多家 山莊別墅 結果 竟然四家 才合法 難怪 很多那些 危險地帶 已經 已經慢慢的出現了 然後把所有錯的 最錯的 水溝呢 都跑到 賽德克族群的部落 他們也在那邊抗議了 我說你們抗議 你們的權利了 但是你們 還是勸你們 先回到我們 台灣民政府 他們還是不相信 到現在 賽德克族 人不多啊 參加民政府 我們去了幾個部落 跟他們談 報雄信 你們可以搬到 中華民國嗎 你們可以搬到 郭明洞嗎 這個都是 就是 鳥氣啊 整個的文化 都在打咖啞口的 腦海中 所以很難改變 那只有我們民政府 所以希望 快快快的好 快快的參與 我們整個 台灣民政府 你看這些都是 有上將村 退伍 退伍的將軍 很多的福利 你看 在2012年11月13號 立法院的預算 去年 前年的預算 退除 退除以將軍 整個了 將近三千多萬 然後馬英九 上台以後 他們就有增加了 你看 暴增 本來是 366名 馬上暴增為 2908名 這些都是 單單總計 獎金耶 年終獎金 不是謝禮喔 不是本奉喔 是 上億元 都是為 中國人來著想 連上將每月18萬 或是 這些的終身退 終身奉 這些都享受 當然現在有的改變了 有的是說 健保免費啦 房子半價啦 水電半價啦 還有國防部 還有配車啦 還有全家 免有台灣啦 可能也有免有平潭島樓 都是因耶 那這些誰要改變 所以今天我們要看看我們整個今天的內湖這邊 內湖金湖路100號 將近7 6.5公頃 對不對 7假的 你看 那麼多 這個向內湖租了99年加99年 美國的意思就是 因故來保齊 維護台灣的安全 全世界有三個國家 兩個國家還有一個台灣 因為台灣還不是國家 另外一個國家是古巴 另外一個是琉球 那這個三個地方 都是美國租他們的地 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哇 這個就長久了 所以我們真的因為 有戰爭法 國際法 九十三和平條約 當作我們最好的一個後盾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的福利 那我們就不必 我們國防預算就不必增加 不必做預算 因為美國在保護我們 你們在中華民國的預算多少嗎 中華民國國防預算 明的 三千多億 然後外交兩千多億 總共五六千億 這個是明的 暗的我就不曉得了 暗的讓 讓他們去算 所以這些都是 一直把我們的 台灣人的血汗 不但拔掉 不但吸乾 還要再扭乾 吸的還不夠 還像磨布一樣還要再扭 摳連帶 好 不過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台灣民政府 有機會大家一起拼 希望 希望 我們為了台灣的後代 我們自己後代 能夠得到更好的福氣 在還我土地 1988年 1989年 1992年 1993年 我們1988年 我也是策動人員之一 我們在行我土地的時候 哇真的好可憐喔 連那個地方法院都不承認 部落回憶的約束 沒有把高砂族 部落回憶的決定當作決定 那是你們自己的 不是我們 中華民國憲法 還是我們 那這些都是 一直抗議到現在 那我們高砂族的願景 都希望 在民政府的帶領之下 我們 要出頭天 這樣好不好 來看自己 因為你們的參與 我們的參與 讓我們的後代 後代 能夠更大的福利 我剛剛講過 我要證明 我太太 在我們戀愛的時候 雖然很辛苦 我的岳父母說 一年後我們生孩子的時候 喔! 娃娃娃也是高水 不過 因為我太太也跟我一起支持台灣民政府 所以用一首歌 來讓大家享受一下 誰掌握明天 美國透過我們台灣民政府 政府掌握我們台灣人的名田 但是我們也需要 大家的參與 我請我的坎秋 來唱這一首歌 謝謝 他真的誰來休假呢 要不要講幾句話 用真正標準的 我給他 他都住在高山族的地方 我現在現主席在那個 所以我都很久時間說 現在說起來都這樣慢慢說 我就很冷靜 現在 我很高興我們在台灣民政府 在這裡有我們的後面的官方語言 就是台語 對嗎 對 我們大家都可以說嗎 對 第二的呢 第二的官方語言是什麼 音樂啦 對嗎 聽音樂的人家唱 聽喔 沒關係啦 不要聽我們先聽歌 好嗎 好嗎 我現在齁 我先唱那個 音樂 再來唱那個 做我們的 通用 普通話 就是公義 對不對 這首歌 就是說 我不知道名字 會怎樣 我們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台灣名字會怎樣 對不對 但是我們有信心嗎 有 所以這首歌 我雖然是那個 九歲的歌 就是說 我不知道名字會怎樣走 但是 我知道 主 我們的主牙所 他的運運 他一定都聽我們 所以他會堪我們的手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也是這樣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後來 我們後來的台灣的那個 運命 在那個美國的手中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相信 美國就是按照 萬國公法 在走 所以因為我們控告他 我們控告他 所以他只好就說 好吧 那我就按照這個來行 所以我們相信 美國也是按照這樣一步一步來 我們有信心 有沒有 不 不 我不知 我先說 我先說 我要唱英語 好 我就是 要不知 我 不知 我 命 不知 我 不知 i don't worry of the futurefor i knowwhat jesus said and todayi walk beside himand he knowswhat isaheadmany things abouttomorrowi don't seemto understand but i knowwho holdstomorrowand i knowwho holdsmy hand but it is not ok or i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i don't worry report 或转银岸 我不会将来而犹虑 因我知 主掌管明天 今天我必与主同行 他甚至前途光景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明了 当我知 主掌管明天 他必要 令我向前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明了 当我知 主掌管明天 他必要 令我们向前 答应 好 大家 为了明政府 我们的后代 大家已经打拼 大家 各位 好 我们休息 各位同心 然後請台南州王世青 然後高雄州朱武春 陳桂子 請以上的同心到前面報到處 補寫一下資料 謝謝